这次是我的粉丝投稿过来的视频 并且还附带了出播和明文 当然我都会在片尾公布 根据粉丝的描述 他说吕布出了这一套出播 不仅攻速非常的快 并且伤害也是非常的高 一下普通公鸡能打出4000多的伤害 说实话4000多的暴击 网上的视频我看多了 但是实战中我确实没见过 所以我深比较怀疑 我的粉丝又非常的堵定 所以我就亲自决定 试一试这套出装和明文 下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开启实战 这边我已经来到河道 朝着中路赶去 偶遇残血的墨子 先给他一个龙白尾甩了上去 一个普通公鸡直接拿下 旁边的点尾呜呜呱呱 我回头一个龙白尾 给他们两个颜色调抢 谁知道点尾你们看 他跟个疯狗一样朝着我 死不松口 还好我的一技能好了 又给他两个普通公鸡 直接拿下了他 明文前期看着还不错 起码证明点尾是刚不过我们的 装备还要接着测试 前期这个伤害看着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到中期 装备真正开始发挥 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此时我冲向对面的野区 看线巴巴 果断一个龙白尾被他避东了过来 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真实伤害 马上再次跳大招 旁边的墨子弹雪 我先来一个普通公鸡拿下 他再说 接着我们回到中路 用一技能越卡 卡个小桥 先拿下点尾出塔 没想到 巴巴跟了出来 我直接一个普通公鸡先把他拿下 这边后一一个大鸟钉住了我 我龙白尾闪现两个普通公鸡 那连绝射 我的天哪 这个伤害到中期已经这么高了吗 每一下都是暴击 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 刚拿下对面的狼宰子 前尾就不可时宜的过来了 还用他的大招猛杀我 我三下普通公鸡他直接残雪 随后后一过来 我直接跳起大招 一个龙白尾先把他拿下 开着大招的张飞 也被我瞬间活了一万个窟窿 过来他就后悔了 小方闪现跑 我直接吹上去 啪啪两下普通公鸡 我们又一次三连绝胜 我天哪 这个伤害已经长到一千七了 对面的三只猪 我也给他收了 走到中路 又看见了风港 龙白尾他 威复的两个普通公鸡 天下无方 这也可以称之为秒杀了吧 接着我们开始越 先打他 再打人 贸易杆了 张飞又跳了过来 龙白尾 然后挫他 挫三连绝胜 莫子朝着我开炮 我直接放大招 没想到被他一技能躲过 我回头吸一口 然后普通公鸡 两下四连超烦了 兄弟们 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个伤害到四千多 那就过分了 毕竟现在一千多 就可以一秒钟之内 拿下一个人了 接着看见对面的人员 我那是直接跳 莫子正在开炮 直接龙白尾 他又是两个普通公鸡 他还想开大招呢 然后对着张飞又是一顿乱砍 再来个龙白尾 带着射手 让他们一起隐恨西北 疯狗又咬我 我又一次给他 戳了个窟窿 又一次四连超烦了 兄弟们 我的天哪 我冲进了敌方的高地 一下子起跳 跳了个空气 现在我们已经神装瞄准对面的射手 两千九的暴击直接让他领了盒饭 接着我旁边还有两个肉 我两千九的暴击 他们怎么能受得了 三连决胜 四连超凡 还剩下一个莫子 开大招 但是我的一技能 依然打中了他 由于我的攻击速度非常的快 在他的大招间隙之间 我还是能打出主动攻击 所以五连绝世了兄弟们 我的天哪 厉害啊 我带着下路的兵线 直接就把对面的高地给他捅了 接下来公布一下这套出桌和迷运